幫大家算出那些數據來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指定 看好一件事都跑在康哥的前面 我覺得光是這一點 我真的應該給你自己的拘捕 是 這樣 那我想請教 因為你剛剛講那個美好生活指數 OEDP這個部分 叫環境的部分 他們用空汙用水 那空汙的部分你說用了指定片 那他們未來有考慮在用金2.5的情況嗎 其實他們假設這個PM2.5 很多地方都是假設就是 在WHO的組織裡面 他都假設就是0.5 當然我知道在高雄 那個王府是 王府市長一直講說 各樣請問的不一樣 可能地區性 可能因為他比較多 包括我們今天那個莊教授講說 又進來更比台中的更多這樣 那所以 南北加超 所以 當換人 你不在啊 大概這樣 那所以 高雄地方 也許那個 不管是剛剛盧教授講的 我們這裡裡面的請問需要注意到 不過很多 WHO的 假設因為很多地方都欠借這個PM2.5的量測遺器 所以他就用PM 可能轉期內那個也不太會來變 因為環保署也一直講啊 包括他提供給監察業的就是說 因為世界可以量 能夠量PM2.5 遺器的這樣的國家很少 所以 我跟葉醫師講的 講說 我們都排在沒有好幾名的 他說 根據他一量就是 可能跟奧地利是 我們跟奧地利是這樣的 看進來也怎樣 所以 我們聽的當然很紮心 希望真的也是如此 這樣子 我剛剛回覆你 就是說WHO 什麼時候會改用PM2.5 我想 他們現在已經有PM2.5的這樣 我想城市跟國家的比較 可是資料比較少 整個來講 我們還是不放棄 這個PM2.5出以PM10 這樣的一個比例大概 所謂是商務的地方 所謂是在我們 比如說沙塵暴的地方 我們有沙塵暴 比如說引領陽城的一開始 那或許那個比例會降 但是在平常的時候 尤其在杜衛區 尤其在台中的地方 在高雄市場 我想 那個比例 是很低的 那更何況 去年文保署講過0.68 最近一次在那個 盧教授 他們氣球協會召開的會議裡面 從他們再把去年 出現的資料再重做一遍 到今年出現 事實上那個比例已經放五 提高到0.9到1了 真是有得知 所以我們不要慶免 我們繼續推 他們就會深刻講話 謝謝 還有一個問題 教授 對不起 我問一個比較愚昧的問題 因為我從早上一直很用心的 天天到下午 我只知道要乘以0.68 就是所謂的3分2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乘 我想請教授幫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他在講的是說 因為這個儀器 把空氣中的鮮濡粒子吸進它良特的地方的時候 那它因為寒流 可能因為很多 包括裡面有一些揮花杏的東西 會跑掉 那特別是水混 所以在因為濕度的不一樣 所以它是這樣解釋 所以弄進去的時候裡面就會有各地區 因為環境、天氣、各季節不一樣而變化 但是我上次去美國的時候 我在二月混會的這個問題 因為它召開PM2.5的標準跟量測的方法的時候 我特別打電話給BETA 就是它用的MED1這個儀器 BETA這個儀器的生產部門的最高總裁 它跟我想說怎麼可能 所以它還告訴我它寫了一通信 告訴我說一定要拿回來環保署 它建議派他們的美國專家 直接來幫助我們一起趕快把比對的測試 當然我絕對沒有取笑中間牽涉了很多學界的學者 跟環保署的專家 但是我最近才開PM2.5的會議 那由環保署出錢 然後由奇教學會主 然後我去聽 我真的很高興聽到那個劉 劉志堅教授 他也把去年一整年的 然後把今年的四天一放 結果我可以看到整年度 包括我們空氣最汙染的時候 冬天、秋天 事實上那個比例都差不多在 多數在0.85到1之間 那到冬天幾乎很多地方都是 取近你0.9到1之間 所以那個比例不是 夏天它就比較 不知道怎麼樣就是比例比較低 然後去年春天量測的時候比例也比較低 那今年春天好像又大幅提高起來 所以在當場是 有其他的教授是看著說 這個好不好他要做一陣 教授 我們這個PM2.0的量測 就是有分成機械式的量測跟手動式的量測 那一般我們在相挑相性的以來 自屬於手動式的量測測 那才是反應真正的一個測測 那目前環包署的測站都是機械式的測站 那機械式的跟手動式的 它之間就是有一個係數是0.8 所以我們現在是測紙都是機械式的測紙 所以要真正回歸到這個實際的一個情況 就是要成為一個係數0.8 但兩個禮拜前 我們的技嘉研達會 我們劉志堅、劉科長、劉博士 我在想未來這個環包署 大概今年就已經針對三十幾個測站 就投資 就是發了好像幾千多萬 去偵測手動式的一個測站 那未來我在想 還不是啊 環包署還是會所有的 全台灣的測站 都要把它回歸到手動式的測站 然後將來就不會有這個 還要成為一個係數的問題 這樣 大概是我所了解的 我今天上午提到 就是說 我們台灣所有的研究報告 都是自動的出資 所以不要被環包署被所農替 我9月21日要參加七雕學院議會 過了一個禮拜 我在上訪 到環包署的網站去看 他還是寫零點 有啊 所以今年的工庭會 我們是建議 環包署要趕快召開這個 手動和自動的一個工庭會 結果他沒有辦 不過現在可以報告 所以台灣 我們氣喘 小孩子氣喘 濃度是17 如果照環包署 乘以3分之2 他也是12啊 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向各位報告 沒有3分之2的問題 我向各位報告 就是說 台灣的數字 17就會造成氣喘 已經很確定了 那17 17是比我們日均的35還要低 我們現在定的標準 日均是35喔 那台大正尊人叫做17就會氣喘了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要被那個蒙蔽 所以我說環包署 我不敢講欺騙 欺騙比較嚴重 但有點麻醉 麻醉 我跟大家報告 他就怕說 台灣沒那麼敗 沒那麼敗 其實台灣就是那麼敗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如果鄭尊人乘以17 要乘以3分之2 趕快要乘以3分之2 而且他的3分之2是很奇怪 過去寫64% 我9月21號去看的時候 68% 但是在9月21號在那裡說的是76% 他說不宜怎樣 所以我怎麼簽到工 那應該怎麼做 我們全台灣沒有一個人可以乘一起 所以那些東西我們做參考 我跟大家報告 不要被那個所蒙蔽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一定要非常小心 謝謝 再來 不好意思 因為楊博士講話比較客氣一點 我比較直接 因為那個美國的公司都說 不可思議 他賣了全世界這麼多 竟然台灣有問題 他就跟我講這樣 他後來楊博士直接跟我講 我看的時候那一份 其實他有寄給我 叫我給完毛鼠 我是不好意思 他拿起來 因為是打他們的嘴巴 你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說 對專家學者也不好意思 可是 我怎麼對專家學者 對完毛鼠的尊敬 影響我的生命啊 不可以 對他的小孩 有氣喘的小孩 沒說不 有時候突然間會 有時候 你有時候到山上去跑一跑 突然間猝死喔 那個是 可能就懸述問題 所以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剛才說 我覺得我們 爾avor性一定要站出來 多處正夥 然後我們也希望 專家學者要用愛說誠實話 要有愛行在裡面 真的很抱歉 我是一個媽媽 可是我有和兒子都快在 氣喘的邊緣 會覺得如果要去檢查 現在秋天來就開始在煩惱 冬天都在煩惱 不是就有危險就是要去煩惱 不然就是遺體倒流有的就開始了 所以我覺得那是很誠實的 很沉重的問題 是說我們的環保室 現在他5月14號也工作了 可是總量管制也要不說 還有現在目前開的機場的環評會 所以我是非常失望的 因為我剛才他那是財團保護署 不好意思我還沒說這麼久 我也想像他是財團保護署 他是為了錢保護有錢的人 可是你們這些弱勢團體是要怎樣 要關係喔 不好意思 可能有那個 如果真的那個文 其實我可以 也可以發記記給大家沒關係 就說美國公司他的回憶是這樣 他應該可以派更多的專家 因為他賣給全世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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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